国庆假期结束了 多希望能够总是为祖国庆祝生日 庆祝的时间再长一点 可以不上班 当然我们前几天讲这个唐朝的传奇 现在呢我们要回到现实 就像从天上回到了地上 地上也传来这个很牛的消息 中国85岁的女药学家图悠悠得了诺贝尔奖 这是第二个中国国籍的人得诺贝尔奖 前一个是莫言嘛 这个是图悠悠 我有两点感触 这件事说明啊 这个咱们伟大的祖国 咱们中国至少在两方面已经高出于世界水平了 一方面是什么 我们的奖标准比诺贝尔奖还高 你看这个图悠悠先得的什么拉斯克奖 那都已经是国际界的这个大奖了 后来又得了诺贝尔奖 一等一的全球大奖 可是您知道过去他在咱们祖国得的是什么奖吗 国家发明奖 二等奖 所以你饶你诺贝尔大奖 有什么了不起 到咱们这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下 您哪充其量是一二等奖 而且这图悠悠连院士都申请不上的 所以叫他三无专家嘛 又是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没有什么博士 但他倒是博士的导师 好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哪方面高出于世界水平了 北京的房价 这点人家图悠悠和他老公俩人这开玩笑 自己还调侃呢 说这诺贝尔这奖金呢 在北京连间客厅 半间客厅你都买不起啊 倒是这个图悠悠是宁波人 他在宁波他当年的这个旧居啊 现在被这个改造成为一个商业房地产项目 据说叫价达到1.5个亿 诺贝尔奖金 在中国人现在的面前啊 他呀也显得寒碜了 诺贝尔奖啊 过去本来就是以奖金高而著称的 诺贝尔他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愿 他是希望啊 我这奖金能够让一个教授 20年不拿薪水不拿工资 也能够继续他的这个学术研究 一开始发的时候啊 据说确实是基本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教授 20年的工资 那么现在呢 我当不知道具体分到图悠悠手里的钱是多少 但是一般的说法 目前的标准是1000万瑞典克朗 差不多相当于140万美元 您拿着这些钱上北京看看房子 所以我说你看这获奖首先说明这两方面 咱们已经中国已经高出于世界之上了 那么还有一件事就属于我觉得好神奇 太奇怪 好像冥冥之中啊 自有定数 过去有一个词就叫钱定 就一切都是事先定好的 甚至从人起名的时候 这件事就决定了 就写在他的名字里 他父亲当年给图悠悠 85年前给图悠悠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中国的诗经里这么一句话 叫做悠悠露鸣 时野之瓶 悠悠就表示像鹿一样的叫声 你去看诗经里的原词 第一句悠悠露鸣 时野之瓶 说的是这个鹿啊 吃这个野地里的这个草 什么草啊 有一种解释 就是一种 一种那个爱好 一种一种草草叫做瓶 当然也有人指的 就说真的是一种叫做瓶的 一种植物 这还不算太贴 就是悠悠露鸣 时野之瓶 我有嘉宾古色吹声 可是您找到这首诗 您看他的第三行 第三段 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写着 悠悠露鸣 时野之草 我有嘉宾 得阴孔招 时野之草 这个草 你去看注解 指的就是青草素的 这个青草 这在民间又叫做臭草 是一种什么橘科的 橘科的 一年生的这么一种草本 就是这个草 他起这个名字 屠幽幽 他最后发现的 发明的 正就是这个青草里头提炼出来的 青草素 而且他还真的吃啊 这家伙 他有神农长百草的精神 以身试毒 这科学家 弄得自己得过 这个中毒性肝炎呢 因为做完了动物实验 那怎么能拿人做实验呢 一开始 他们就说 我们自己先吃这吧 搞研究的人 自己吃 自己试毒 所以这科研工作者 真是 很有这个精神 但是这个精神 是从哪来的 我不得又想到 我的一处感慨 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啊 也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 留下来的一种精神 怎么说呢 您知道这个项目 是1967年开始启动的 5月23号定下来 全国几十个部门啊 一起上 要搞出一种啊 这个治疗疟疾的方法 因为以前治疗疟疾的 这个药啊 是这个奎宁啊 但是奎宁呢 就跟咱们现在说的 这个消炎药一样 慢慢的有了耐药性 越来越不管用了 这一开头 所以外国记者 曾经问图悠悠的问题 就说因为战争 而出来的这么一个项目 最后救了数百万平民的命 您有何感想 为什么说是因为战争呢 1961年的时候 打这个越战 打越战 打越战在越南的那个葱林里啊 美军和这个北越方面啊 都是瘧疾 令得兵源大量减少 而那个时候这个药啊 过去的这种奎宁啊 还有什么绿奎啊 这种传统的治疗疾的药啊 耐药性出现了 越来越不管用 所以那个时候啊 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这个药物研究所啊 他们试验了几十万种新的化合物 就想发明出新的治疟疾的药 而越南方面怎么办 只能求助于中国 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一声令下启动 5月23号 523项目 就是全国的研究力量一起上 要搞出一个中国治疟疾的方法 开始你看 是因为战争军事的原因而起的 其实这事儿一点不新鲜 很多这个药物啊 当年呢 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 比方说我看那个二战那个纪录片 就是日本神风赶死队 当年日本科学家就合成 今天咱们说吸毒的人吸那个冰毒 当年日本科学家就合成这个这个冰毒啊 人工合成这个冰毒 就是让那个神风特工队 那个自杀式的那个飞行员 让他们嗨着就上了天了 你知道吗 这才能才敢去撞那个航空母舰 所以这是题外话了 我就是说他最早啊 是跟这个军事有关系的 而且你看直到现在采访 这老两口都是科学家 你就觉得让我想起啊 我小时候我父母 比我父母还老的那一代人 他们被当时的那种时代的气氛和宣传呢 已经变成了一种头脑 一种思想 比方说 直到现在 这个他老公啊 这个屠优优的老公跟记者还说 说当时他以身试药啊 这药这个发明出来之后 他自己先吃试试行不行吗 他就说 哎 康美援朝 康美援朝那些个志愿军 那家伙上战场 人家都是为国捐躯 就是牺牲了 我们科学家 这试点药算什么 你看 他是咱们那个富辈又富辈人的 当时的这种觉悟 甚至他老公这两天看那个新闻联播 回来就跟这个图优优啊 这个奔走相告 说你看看新闻联播说的 是你获奖啊 是咱们综合国力的提升啊 咱们国家强大了 你看他们那代知识分子 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也是启动于文革起见 文革起见当时别的 这个搞科研已经很困难了 一切都停滞下来 都在搞运动 但是呢 你看这个军工项目 还是受到保护 受到重视的 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 没想到到今天 竟然结出了诺贝尔之话 我觉得真是一段历史的传奇